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平岛公园 业者配合金融市政府24小时不断电的观光政策 推出了期间限定的岛话会游城 带领游客晚上夜访朝间带 凌晨到阿拉宝湾观赏日出 一整天活动满满 邀请国人走出户外享受大自然 不管是天然海水的南海水池 还是亲子同乐的清清水池 到处都挤满了细水民众 这里是金融著名的和平岛公园 除了到园区享受清凉及欣赏奇特地质景观外 业者最近推出了期间限定的岛咒会活动 游客可以从报道当天下午开始 一直到隔天中午前 在和平岛公园待上整整一天 在管家服务下品尝生态晚宴 与亲友享受处于自己的一方天地 业者更安排和平岛独家体验游城 由专人戴宁夜访朝间带 清晨则到阿拉宝湾观看享誉国际的海上日出 那它是呢就是一个24小时不断电的活动 那大家呢可以来到这边呢体验岛上的 就是有管家的专属导览 那晚上呢还会到园区的就是夜间探索 那隔天一早呢4点就会带大家去看 有被外媒票选为全球观看日出的 最佳景点的阿拉宝湾去带大家去观看日出 所以呢大家可以透过这一次的活动 一次24小时呢就可以体验 就是各种不同的体验 要是玩累了还可以进入 以十大守护员命名享受 有如明星保姆车般的遮阳休息空间 或者你也可以在阴凉处放上桌椅 悠闲的欣赏美景 那这里呢是我们就是导座会24小时不断电活动的休息空间 那大家可以看到上方的地方呢 是大家就是如果稍微累的话 可以进来稍微就是稍作休息 那我们除了这里之外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我们有准备了 就是跟就是在地的品牌合作 比如说像是牧礼 那牧礼的话其实是基隆一个 就是希望可以就是把家里的瓶瓶罐罐呢 取代的一个就是单位 所以我们就会用这个洗法球 跟用石化动作的这个劫肤罩 然后提供给大家来使用 对于和平岛公园业者推出以24小时不断电 由基隆为范本的自然体验游城 就用市政府观光及城市行销处长曾志文认为 这样丰富有趣的体验活动 不只对国人很有吸引力 更渴望争取到未来复航后 所带来的游轮旅客商机 在这个过程里面当然安排了蛮多的彩线 那很多的游轮业者也给予 和平岛公园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建议 这是一个很适合未来 游轮开放以后 那国际的客人对于这样一个 国际级的景点是非常有兴趣的 所以我想一方面 现在这个游城已经开始在贩售 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 透过这样的游城的设计 推出新的玩法 那也做好准备未来 游轮的这个进来之后 港口打开之后 那我们希望也让这个游轮的客人 有新的不一样的全新的 基隆游城的一个体验 这项24小时不断电的岛周会 有分平日周末或特殊假期的 20人成团包场模式 也有周三限定的 两人成型六组成团模式 有兴趣的民众可别错过 在和平岛当一日岛主的难得机会 记者张启腾 金融报导 再带你来看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 林家荣竞选团队公布 金融市长林又昌担任新北北区总督导 对此市长林又昌接受媒体访问时强调 配合中央整体的规划 在最短的时间内打一场漂亮的选战 林家荣参选新北市长竞选团队就定位 要在最短时间打一场最精彩的胜战 还力邀金融市长林又昌担任总督导 负责金融新北 对此林又昌说 亦不容辞 全力以赴 北北基陶本来就是一个首都的生活圈 那在新北市的北海岸的周边的地区 其实跟金融市关系非常的密切 那更何况我自己其实原则上也算半个新北市人 因为母亲是瑞芳人 然后我岳父岳母其实现在都户籍都还在双西 那所以这本来就是一个生活圈 那浮选的事情 我想竞选统部会有整体的一个规划 不过因为竞选时间很短 只有四个多月的时间 所以我们会尽量的来当 这个我们候选人 我们加龙的这个分身 那这么广大的一个区域 然后尽量的去帮他能够深入的来基层 那另外在组织文宣各方面 我们也会配合着中央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 还有包括12个立委选区的一个责任区的一个划分 从上到下把它串联起来 我想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打一场最漂亮的选战 至于还要帮忙金融市长参选人蔡世英辅选 市长刘昌说八年金融市的市政推动都很顺利 相信金融市民会选出第一名的立委 金融市的市政八年来都非常的顺利 那而且政绩我相信所有市民大家看得到 那蔡世英立委是国会评鉴第一名的立委 我想他的成绩市民也肯定 所以我在金融呢 我们就是稳健的依照选战的一个这个步调 还有骑程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那这个交棒下去呢 我想才能够让市政延续 我想这一点是整个选战的一个主轴 我想未来蔡世英也会把他对金融整个城市 未来发展的一个愿景跟想法 逐步的向市民来做报告 我想可以争取市民 大家对他的一个支持跟认同 市长刘昌说 从过去到现在都是一样 只要各县市有需要他的地方 他都会关心给予协助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 在这里来看收容帮助诗亲 诗医儿少的主恩之家 成立两年多来 收容人数从9人暴增到30人 外出上课等载送需求提升 因此急需交通车 长期关怀主恩之家的张龙发慈善基金会 特别捐赠一部8人座的车辆 协助主恩儿少顺利成长 张龙发慈善基金会董事长吴景明 将象征的车钥匙交给主恩之家执行长徐华强 小朋友等不及开心的上车体验 2019年成立的主恩之家收容人数从一开始的9人成长到30人 儿童就学就医及参与合唱团等校外课程活动的交通需求大增 张龙发慈善基金会得知后决定捐赠一辆全新8人座交通车 协助主恩儿少 基志文基金会他们现在照顾了非常多的小朋友 已经有将近30个小朋友 那他们在交通方面来讲就觉得比较不足 那我们了解这个情况之后就觉得我们如果说能够送一部车子给他们 让他们在参加各项的活动或去读书的时候都变得更长的方便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小的一种就是帮忙 因为基志文基金会他长期以来 让小孩子从小到大陪伴了他们非常久的时间 而且让他们能够自立自强 而且未来在社会上都可以贡献给社会 那我们觉得非常的敬佩 我们希望说借着这个小小的爱丁心动呢 让大家一起来可以一起来赞助这一些 大家为很多小朋友在努力 为弱势在努力的这些基金会 在举办捐赠的基隆长龙观酒店一楼大厅 小朋友以美妙的歌声及热情的太鼓表演感谢大家 也在育幼院成长的主恩之家执行长徐花强以过来人的经验强调 外界的关心对诗亲诗医的儿童格外重要 对我们来说这是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对孩子的生长也有很大的帮助 不单是诗医住行 我们发觉都很多很多的各个机关团体都来赠送给我们 尤其特别感谢张荣发时尚基金会 他们不单是送车 其实他平常逢年过节都送孩子礼物 对我们来说是十分的重要 因为逢年过节孩子们特别私家 但是我们就要把它当作这里就是他的家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在这个家里面快快乐乐的成长 将来不会走迷失的路走错误的路 小朋友也自证集体创作的图卡给张荣发时尚基金会董事长吴景明表示感谢 图卡上画出小朋友的各种梦想 期盼在大家的爱心支持下 这群鹅骚能顺利朝自己的梦想勇敢起航 爱乐与城 欢迎接受 耶 记者张启腾 金融报道 天气炎热 到了夏季 就往海巷朝进海湾保护区的潜水客大增 不过现在却传出了大海扇 玫瑰山湖遭到人为破坏 疑似被潜水客踢坏 让海科馆保护人员感到相当心痛 而市政府采发处不排除将会采取潜水客重量管制 金融潮进保护区海底 玫瑰山湖出现一道又一道的伤痕 碎裂散布在海中 像是被重物重击过 原来这个玫瑰山湖在海洋保护区内是热门的打卡地点 但现在却变成这副模样 其实海客馆我们有把水下的影像直接直播到陆地上来 我们就是希望游客不用下水 然后也可以看到水底下奇特的这些海洋生物 还有他们的行为 那最近因为潜水客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观察到很多 从直播的镜头里面观察到很多的行为 包含就是有人把珊瑚踢掉 就是踢掉一块 也有一些人他就是挖脚 然后踢到镜头 然后没有感觉 因为太专心照相 而这一株大海扇长宽约100公分 也疑似遭人破坏 海扇属于软珊瑚 要花费至少50年的时间 才能长到100公分以上 而且遭到破坏之后 很难再恢复原貌 资源保护区就是因为它的生活非常的丰富 然后在G15海科馆 还有各方人士的 场观学的合作之下 建立一个这样美丽的保育区 然后就是希望这边生物越来越多 然后很欢迎各种使用 那种水下活动的 包含说湖浅 包含说治浅 或是水费潜水 可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 你们在这边行动的话 你们一定要帮忙注意维持这个生态 要不然你们不经意的一个举动 你会破坏掉当初成立保育区的它的用意 然后会造成一个不可立的破坏 夏天潜水活动盛行 潮境却陆续传出了海上被破坏 只要找到破坏者 依法可以开罚3到15万元 我们依据渝越法所划定的水产动植物保育区 在保育区内如果有任何裁补 或者是破坏漆地的行为 依照渝越法我们可以裁罚3到15万元的罚款 那我们会希望说这个潜水客他下去的时候 应该要散尽这个保育海洋的责任 那不要随意的去破坏我们的漆地 去破坏保育区 除了呼吁潜水客要注意脚下的珊瑚 金融市政府正在沿泥进行总量管制 目前潮境资源保育区我们正在规划 就是有包括路径跟水域的这个人数的限制 那还有一些积极条件 例如说要下去潜水 他都必须取得相关的国际证照 包括自由潜水水废潜水相关的证照都必须取得 并且出事他才能够到我们潮境资源保育区 那另外我们也会希望说因为他是保育区 所以我们不希望说他只是下去游气而已 那未来我们也会推出相关生态教育的课程 那欢迎说有潜水症到的这个爱喜欢潜水的朋友 可以来参加我们生态教育的课程 共同为潮境资源保育区尽一份力 潮境公园因为生态丰富 吸引了大批潜水客来这里拍照 但人数一多乱象也增加 提醒民众在海底只要用眼睛用看的 千万别太靠近 以免不小心弄伤了海扇 让海底美景变成了绝景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欢迎加入解锁人生成就游戏 网路上来录不明的工作 看起来待遇很好请问要应征吗 您已录取新工作 请依照公司指示到提款机提领现金 请将现金交给公司指定现象 您已解锁成为诈骗车手人生成就 找工作请注意求职防骗三要七步 基隆在您的心目中是什么模样呢 您如何在新许的蛛丝马迹中 发掘这一座港城所发生的故事 您想透过什么不一样的方式 描绘出基隆这一座城市崭新的发展 每日基隆影片征选即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迈入第五届哦 分为影片征选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45万4千元 还在等什么呢 赶快来参加吧 详情请下活动官网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我说只能这样了 不能这样 那就换中家宽评吧 中家宽评国际认证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畅快有感 一支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家宽评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要等你来看暖暖区暖暖街 是缺乏停车场及停车阁的 要停个车是大不易 金融市议员林敏勋就积极协调民间 在通往暖暖区公所的水源桥下 批建有150个小型汽车停车位的停车场 希望改善暖暖街的停车问题 原本是杂草丛生环境脏乱缺乏管理的地点 经过规划整理 摇升一变 成为干净明亮整齐卫生的停车场 由于暖暖区暖暖街 缺乏停车场及停车阁 停车大不易 机动市议员林敏勋 积极协调民间 在通往暖暖区公所的水源桥下 批建有152个小型汽车停车位的停车场 短期内希望改善暖暖街的停车问题 那我们在经过协调 经过不断的找寻 那总算是找到 在我们暖暖水源桥下的一块 已经荒废了很久 那荒烟漫草的一块土地 那我们找到了地主 那也与他来做一个协调 那也后来也跟这个 我们的行政部门 来做一个整个 我们办理的会刊 然后现场做一个调整 那后来也协助他们来做申请 那好不容易再花了一阵的功夫 大概一年的时间左右 那总算把这块土地 把它来做一个活化 那整理成一个很棒的一个停车空间 那未来这一块 会是一个我们暖暖的区的民众 在回来家之后 有一个可以很安心 很舒适的一个停车空间 那如果未来我们这个暖暖的 办举办的活动 那像包含比如说清水剂的部分 会吸引到大量的车潮的时候 人潮跟车潮来的时候 也会有一个很棒的一个停车空间 可以不会造成我们整个 那里街上这个停车的压力 那跟整个交通的这个拥塞 那这边也是还是要感谢 地主愿意把它这个这块地 把它做一个整理 不过林敏逊也强调 长期还是希望改建暖暖区公所 新建新的暖暖区行政大楼 一并规划停车位 中长期我们这边还是会持续来推动 我们暖暖区这个行政大楼 来做一个整体的改建 那包含旁边的市场用地 整个来做一个联合的开发 那挖地下的停车场 然后来让整个真的暖暖街上 整个全部的停车 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停车的空间 那让我们的这个居民的 生活的品质可以再次提升 水渊桥下的停车场 是利用私人土地僻建而成 包括停车格以及车号辨识系统 和路灯以及监视器等等 都已经设置完成 近期内即将对外正式启用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您曾经梦想过自己也有一处 可以移情养性种植 蔬菜水果的小庭园或是小农园吗 在七土区滩地区有一处诗人农园 不但可以遥望江子流山 园区内更有主人种植的栗子南瓜 即长在天上而不是地上的大冬瓜 带您一起去看看 鲜绿色一条比一条大 像花又像瓜 远远看长在半空中 近看才发现原来是垂挂在 棚架上的大冬瓜 更令人好奇的是 原本应该长在地上的大冬瓜 怎么会长在天上呢 这本来就是有棚架的 想说用这样子我们看 它的成长过程我们都看得比较清楚 人家地上的话真的它长大了我们才看得到 那这个的话它一开始在成长 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它在长大这样子 在成长 像你这个住的小农园里面 有很多包含冬瓜 包含栗子南瓜 为什么想要来这边种植这些农作物 就是兴趣吧 对啊 因为之前我们是在十几年前 在市民农园租地嘛 然后后来 那原主介绍我买这个地方 就是想自己拥有一个自己的农园 就是想好玩啦 喜欢啦 对这个种植蔬菜那方面有兴趣 这处私人农园的主人是市议员杨秀玉的好朋友 好姐妹 不仅把冬瓜种在半空中 还在农园中种植有南瓜中 宾室之称的栗子南瓜 坊间价格比一般南瓜贵上一倍 因为口感好吃市场上也很少见 市面上比较少 比较少你听我 当然啦 当然啦 而且它也比较Q就对啦 Q 还松 还好吃 一般人要这种的 以我在讲 我赶紧花多一点钱来买这种南瓜 对吧 因为这市面上旧 而且它口感真的很好 真正啦 现在你要买 搞不好你买不到 如果你买的话我就买不到了 这处位在七土区 泰安地区占地千坪以上的私人农园 不仅有菜园还有果园 包括节食累累 果熟落地的莲霧树 以及长得茂密的橡胶树 经过主人十多年来的细心规划整理 园区内有着一大片草地和休息用的景观小农舍 走上小农舍的楼顶还能够遥望七土著名的江子寥山 虫鸣鸟叫 微风吹来让人心旷神怡 这也是市议员杨秀玉和几位好姐妹 休闲聚会的私人秘境 我在这边还是呼吁说 我们要爱护地球 让每种生物它都有它的栖息地 不要因为我们人类的一个过度的一个开发 我们的一个贪婪自私 而影响了这个其他生物的一个它们的栖息地 这样的话 其实就是生态平衡点 我们要和平共存 和平共存真的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一起来爱护地球 那这个七土江子寥山还有我们的太阳里真的有很多的秘境 欢迎你乡亲还有外线市的好朋友 有空的话多带我们七土 七土真的很不错的一个好所在 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七土这边玩一玩 整个园区尽量保持自然风貌 减少不必要的人工雕琢 随意设计悬挂在树上的荡秋千 让心里面住着小女孩的美魔女们 顿时放松 悠游自在开心地玩得起来 农园主人表示平常大家聚精会神忙碌在各自紧绷的工作上 偶尔休息时就会相约来农园放松一下 享受大自然的熏陶 洗滴身上的疲惫 充电后继续回到各自工作岗位上再打拼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机商航电科的特色课程 引进业界商用无人机公司 详探科技的研发应用工程师 来协助学生进行无人机的硬体组装 在学校与业界的协同教学下 学生同步学到业界所需要的基础 飞起来不是很稳定的四学一无人机 是学生从零开始自己动手组装的作品 正门名为无人载具技术的实习课程 是机商航电科的特色课程之一 课程中有无人机操作的基础训练 也引进业界商用无人机公司 向碳科技的研发应用工程师为协同教学师资 协助学生进行无人机的硬体组装 学生在原本熟悉基础飞行控制后 能再进一步理解无人机的整体软硬架构 参与的学师说 未来我认为我们的无人机有更多的可能性 像是可以运送在农地上也可以有更好的发展 像是农喷机之类的也可以运用 我们无人机已经不再极限于像是空拍或者是裙飞之类的 像我们这些还有留有很多的Pro的装置 我们插进去之后像是GPS 还有那个感测器跟录像 录像也可以插这个Pro 引进业界的师资 让学生能提前认识业界的发展 以及所需的基本技能 让学生们能更了解 除了在应用层面上的发展外 也要从软体与润体部分进行理解 才能与未来需要的技术或基础理论做准备 像碳科技高张渊经理提到 从业界的经验 就是我们希望带给学生的就是说 因为无人机的应用非常的广泛 那我们希望同学可以就是多吸收一些无人机业界相关的知识 那如果说是我们这边的业界对于这种就是在学习的这学生的看法 第一件事情当然是我们希望人才的培育可以越早越好 所以在这个基础商工这边 我们也希望同学可以多增加这个无人机操作的基本的技巧 因为这对于应用来说是一个基本的项目 然后再来就是对于外语能力的加强 因为很多的文件都是从国外来的 然后再来就是写程式的能力 因为无人机在做应用的话需要做很多高度的整合 那写程式就会变成一个常常要遇到的一个项目 所以在编程的能力也希望可以从基础好好的养成 基隆商工洪光贤校长表示 基隆商工航空电子科我想至今已经成立了第五年 我们培育了学生各项的一个航空电子的相关技能 那我们也开发了多项的一个特色课程 尤其是我们在无人机无人载具的这一块 成果是非常丰硕 那近几年呢 我们除了让学生学习整个无人机的一个应用 以及开发之外 我们也让学生能够自主这样的一个机器 能够进而应用 甚至呢 我们引进了业师进来 让学生能够实际上了解到 其实无人载具在各行各业的一个使用上 是非常的广泛 结合里面相同的业界资源 让业界企业能有机会提供专业资源 尽一份社会责任 在学校与业界的协同教学下 学生也能同步学到业界所需的基础 始终努力着设计不同的特色课程 只是国立学校中唯一设立航电科的基隆商工 基隆商航电赞 高明记者蔡专和高维成林一峰 基隆七土区采访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N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菊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怎么这样啊 有追剧 有视讯 网速只能降咯 不能降 那就快换中家宽评吧 中家宽评 国际认证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 畅快有感 一句只要999 再送数位频道免费看 现在就办中家宽评 你的设计我觉得 怎么这样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网速只能降咯 不能降 那就换中家宽评吧 中家宽评 国际认证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畅快有感 一句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家宽评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 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 在聊天群组分享 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 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清流 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 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 也没确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 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 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 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 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 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家集团 关心您 我记得欧中家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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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欧中家集团